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立文 先来关注今日头条 涉嫌酒驾撞交警的34岁男子黄威龙 今早在新山法庭否认罪行 被原准于9000令吉保释金 及一名担保员把外候审 驾驶执照暂被吊销 每月需向警方报道一次 被告黄威龙于7月14日清晨 在新山海边路往百万镇方向 被测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120亿毫克 并撞伤交警莫哈莫拉书 案发时警员在指挥交通 被轿车撞飞 导致左宽骨骨折等伤事 被告则左手擦伤 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4EAB条文 若罪成被告可被监禁最少七年最高十年 并罚款三万至五万令吉 主控官在法庭上建议保释金定在一万五千令吉 但法庭考虑到被告负担一家生计 最终决定保释金为九千令吉 案件定于8月25日过堂 被告的父母今早也到法庭 并斥责儿子屡劝不听 早前已因酒驾被罚款一万令吉 如今再因酒驾撞伤人被捕 再来关注发生在麻坡的砸车禁盗窃事件 上周五7月12日晚上六十至八十 在麻坡至少发生了三起砸车禁盗窃事件 地点分别在沙吉路旁 及麻坡消整局前的商业区 三辆车的车禁被砸车内物品被偷 引起市民担忧 其中来自八珠八侠的黄太太 在沙吉路用餐时车禁被砸 失窃一台价值约三千令吉的手提电脑 她报案时遇到同样遭遇的两名车主 一人丢失孩子书包 另一人则损失了工作用手机 麻坡市民汪惠玉透露 她的朋友当晚到消整局前商业区健身 停在附近的车子被砸破车禁 失窃帆布包包 内有饭盒、手机及衣物 警方已接获投报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79条文调查 警方也提醒市民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最后再来看西加墨动态 随着建于1909年的西加墨火车铁桥成为旅游景点 新火车站已启用 西加墨在新增一幅以1954年蒸汽火车为主题的壁画 壁画位于旧市区的东姑阿末路 由商家蔡瑞琳出资彩绘 完工后还添加换轨杆和轨道提升真实感 蔡瑞琳表示火车站是西加墨的地标之一 她耗费数月寻找旧照片 最终找到1954年的火车照片 今年3月她获得市议会支持 开始提升工程 壁画由陈建雄负责 她自6月20日起 每逢周末投入绘制工作 蔡瑞琳希望这幅壁画能吸引更多游子回乡 带动当地经济与人气 她还计划开设火车便当店并设立歇脚椅 壁画早前分三个阶段进行 包括彩绘蒸汽火车、现代火车等 旨在还原西加墨火车历史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